星期三月十三号中备开学过年之后 国内约情有关处议官邸 该官政府就较不开学之后 属性有安全卫星上海的环境 纽约处环博教精币放药物资请消耗衡 上午管长王张良 有纽约处长李美华 环博教长飞川的波动 视察香和国秀放药物资金币 官官流程王张良遭风扳机构设 视察环境效果做 了解学校开学后的用餐监控 这是必要的时刻应该输用家帮 官邸王张良感谢告诉当前 开学前回到学校为孩子做好准备 用生严肌的意味来迎接生学期的来告 2月13号即将要开学 所以之前的一些很多防疫的准备工作 我们还是如常的进行 那尽管整个社会 大概把COVID-19当作是传染病 那当作跟感冒一样跟他共处 但是又多了这样的一个疾病 基本上他还是疾病 所以相关的一些 这个准备的一些消毒跟量体温的工作 那我想还是要做这个进行 那只是在整个所谓的这个强度 跟紧张度稍微有点下降 那尽管下降 那在学校里面小朋友还是群聚 那群聚的话要是有人 这个有生病的话 那因为他是传染病 那基本上还是会传染给别人 所以我想 未来的整个所有的直接与病毒共处 那还是要面对这个疾病 那有一些或多或少的防疫措施 还是要去进行 所以今天特别来做一些视察 来看看学校的相关的整备工作 那看起来还是 所有的学校 那还是如常的 那该有的一些温度计 消毒 那包括口罩 包括小朋友如果有这样一个症状的时候 相关后面处理的标准座位程序 全部都有 那我们希望每个学校做好准备 那迎接我们的学生来上学 那也希望他们到学校来 每个人都是健康的回家 那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 我们将联系好衡环境 向情销情结局完 以及情细产队的独港 情拆地医 全保全官各国中秀好衡 环境情销 13号开下进行 全保完行 他说尽管现在社会庆幸 跟COVID-19章准 红业建筑都没充足以往 但是传染性有完不能幸好 像日本的小组 牛体温定感受有完要进行 本来学校也都将 以标准的定书 七色六色 这一生本 就来是应该一关彩虹报当 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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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位 三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